周城廠話題現在那麼旺 那我們現在應該要進場嗎? 你現在才來問我會不會太晚了 我在8月的時候就已經跟你講了 龍哥頻道來囉 趕快掃起來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經即時通 我是阿麗絲 歡迎我們林智隆分析師龍哥 妹妹你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老師 走路成場 現在就說要旺到2027年了 那現在是在糕點嗎? 還是我們現在還可以有肉吃呢? 現在當然是在糕點啦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從8月這樣一路漲上來 這邊當然是糕點 但是還有沒有肉呢? 我跟大家講 停損抓好就好了 其實目前來看的話 它仍然是處於一個金金漲格局 那事實上這著神概念 我們早在8月的時候 就已經跟大家特別提醒了 這邊真的是想猖狂一下 I told you so 這邊我們早在8月的時候就跟你聊到 8月4號我跟你提到 我們開始留意一下 AI以外的產業趨勢 當時就跟大家到3548的照例 那當時的照例大概在70塊左右 現在已經來到多少 已經來到200幾口了 所以這邊真的是非常腰肥檔個股 那目前來看的話 它仍然沒有要反轉現象 所以這邊你也不用預設任何立場 想進場的朋友 停損抓好就可以了 那你千萬不要看它不爽 跑去放空 我覺得這樣是一件 非常危險的事情 是 那接下來除了8月4號 我們在古墓奇兵 8月14號 也有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這小傻兵 當時還特別跟大家追蹤的 這折疊手機 那我記得折疊手機 這個這一趴 我們已經在古墓奇兵 跟大家追蹤 應該有兩三個禮拜有 所以這邊請大家要持續鎖定 我的古墓奇兵 古墓奇兵什麼時候上架 禮拜二 對禮拜二幾點 禮拜二幾點 幾點 我的是5點 我的個人頻道是5點 對 那在理財周刊頻道是6點 所以請大家這邊要把兩個頻道 都給訂閱分享 而且這禮拜老師有時候折疊幾月 對 你們是不是要回去看 對 請大家要把這兩個頻道都給他加起來 那這禮拜我們是跟大家到手機列圖券 請大家特別留意 所以這幾檔各國 趙立 富士達 華通 新日新 大力光 或是齊鴻 這邊請大家都要去留意一下 後續的資金流向 那我們已經跟大家追蹤很久 我們現在簡單幫大家複習一下 那這3548這招力真的是那麼噴 那拿一下華為訂單 就從這樣幾十塊一路漲到這兩百塊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新日行股價也是非常噴 這明年才要跨入這折體手機 所以它也是屬於從沒有到有的一個題材 另外跟大家聊一下這新兵 這6805的富士達 那他不但拿下華為大單 而且他是主要的 同時他也拿到摩托羅拉的大單 所以你可以看到股價其實剛上市之後 股價也是非常強悍 所以從趙立再到這個富士達 再到新日新 你要開始去留意一件事情 這邊資金會不會開始外移 當資金開始外移之後 那就很容易形成一個族群新行期 所以整個折疊期概念 我認為是下個禮拜 你要好好特別去留意的 所以除了2313的華通之外 我認為先前再跟大家到3324的雙紅 你也可以留意 那雙紅是目前的少數 還有做手機廠的三的 所以你要去留意一下 雙紅的這個後續 能不能再持續去做網上 所以這等於是有個雙題材 一個是AI 一個是折疊機 那我覺得這個目前正在 緊羅密鼓的 敲鑼打鼓的 基底地在見客 你可以看到 這個禮拜三一場把說 今天又一場 然後下個禮拜又一場 然後下個禮拜禮拜一 開完把說會之後 接著又是NVIDIA的財報 我覺得這個 很精彩 真的是越來越熱鬧 通常會積極在開門 開門見上去見客 那通常都是我們背後故事 就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跟老師我想到 就是有人說軸城是 AI跟PC有相關 那他們 有相關有相關 所以你要去留意一下 資金會不會開始玩意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最後我們來幫大家追蹤一下大盤 那追蹤大盤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台積電 那或許呢 在從1萬6000漲到1萬7000 可能大家沒有什麼太大感覺 那不要說 太突然了 不是 不是太突然 是因為它大部分都在漲全職股 漲台電 或是漲這聯巴哥 或是漲金融股 那不只大家美感 其實這種哥也沒有什麼太大感覺 但是現在已經不一樣好嗎 現在已經不一樣 因為這個資金 終將會開始歪一了 當美代殖利率往下滑落的時候 其實當它開始滑落 代表說資金會開始歪到 其他中小型個股 再來看到每當台電往上暴衝的時候 其實也代表說 台電這邊資金已經開始要準備 從全職股測到這個中小型個股 我們看一下新春開紅盤之後 台電往上暴衝 那台股是不是走一個橫向震盪 那當時大家認為說 銀行會爆雷 會往下崩 但是沒有 個股輪動非常的漂亮 在Emedia財報公布之後 台電往上衝高 其實也是短線兼高點 那當時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整個六七月是AI最熱鬧的時候 所以這裡我認為你要開始去留意一下 資金能跑到哪邊 那回過頭看一下這加圈指數 加圈指數目前就是走一個金金漲的格局 那當大家都覺得說這邊已經是高點了 或是認為說這邊可能沒戲唱 我認為這17,500點就一定會來 所以這邊短線長多乖離 那可能用震盪方式來修正 修正乖離或是等均線往上靠攏 但是只要大家都覺得沒有行情的時候 我認為17,500點 這邊就會開始 開始陸陸續續 買盤就開始陸陸續續出來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現象 你去想一下 我們先想跟大家講到今天行情是誰搞出來的 內資 那內資搞出來現在外資也進來了 你可以看到這美債殖利往下滑落 那這新台幣呈現升值 資金已經開始匯進來了 現在就會回補的狀況 最重要的是拜登跟習近平見面鬥 習近平說我暫時沒有鼓勵犯台 所以地緣政治因素消除之後 外資你可以看到他已經連續 我記得應該是連續四五天大買了 所以內資外資加上第四季 有個特定人 對 加上第四季有個特定人 我認為這邊真的是 各方人馬起居一堂 所以請大家要好好把我連跌上漲行起來 那至於還有哪些個股呢 請大家把我的兩個群組都做個加入 同時我的個人頻道也請大家把它訂閱起來 以上謝謝 然後歡迎按讚分享留言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只要搜尋股東人生林志龍分析師 都會找到老師的第一手影片資訊喔 我們今天財經即時通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馬上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實地則方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盡第二份薪水